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娱乐爆料 Lisa,王一博,赵丽颖,敖瑞鹏,张雨起 01.赵丽颖被说仆女 赵丽颖最近几部影视作品都是以乡土剧和奋斗剧居多,剧中的扮相相对来说,比较朴实无华。 再加上这段时间,仆女这个词在评价女星中开始频繁地使用起来。 于是有网友在某办发起投票,投出85花里的仆女代表。 最终赵丽颖票数最高,被一群黑粉评价得不配位,仆女当道。 平心而论,圈圈挺不喜欢用仆女去形容女明星们,且不说仆女这个词本身就是对女星的一种侮辱。 女明星之所以能成为女明星,外形条件比普通人还是要好看很多的。 我们继续说回赵丽颖。 赵丽颖这张脸在剧中的适配度一直都挺高的,无论是仙侠古偶还是乡土家庭,赵丽颖都能够hold住角色。 这段时间关于她的黑稿一直发个不停,很大原因是因为赵丽颖的电视剧被提名白玉兰奖,这个奖在电视界的含金量很高,很多女演员争破脑袋也得不到奖项,这次赵丽颖得奖几率很大,引得她的几个对家紧张起来,想通过发黑通稿来搞坏赵丽颖在评审们面前的形象。 02.舍弃女团风 有网友在泰国音乐节偶遇到张丽颖和她的一众好友,视频中的张丽颖与她发出的精修照片相差不大,娇好的面容和火辣的身材,让不少网友直呼愿意为她去法国排队。 02.除了赞叹张丽颖的颜值之外,眼尖的网友发现张丽颖舍弃了浪姐以来的甜美女团风,重新回归以前的霸气玉姐风,纷纷夸奖这姐终于知道该怎么展现自己的美貌了。 02.其实更换妆容这个想法,并不是张丽颖本人提出的,而是她团队在网上实时监测粉丝的评论,为了迎合粉丝的喜好改变的。 02.张丽颖她一向在感情中不太顺利,所以私下找大师算过怎么能遇到自己的正缘,大师告诉她,她脾气过于火爆,所以在外形方面要往小女生方面打扮,所以张丽颖参加浪姐后一直迷恋上了女团妆容。 02.但作为一名演员,张丽颈实在不适合那种妆容厚重,色彩斑斓的舞台妆,她团队的工作人员一直劝她把妆容改回来,拿出她以前的旧照和现在照片做对比,这才说服张丽颈舍弃了女团妆。 不过按张丽颈的意思来说,女团妆可以不化,但化妆师一定把她化得温柔有魅力些,这样才方便她谈下一任男朋友。 03.敖瑞鹏得罪二次元 敖瑞鹏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演了布曼改剧,事业稍见起色。 最近她被网友爆料,在小号里公开支持明侦探柯男李的柯ICP,让许多对她略有好感的粉丝纷纷回彩。 倒不是说明星没有柯纸骗人CP的权利,只是明侦两大CP最近吵得不可开交,连央视公主都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分析作者的用意。 敖瑞鹏这种公然战队,不仅有很大的蹭热度的嫌疑,还容易引起另外一群CP粉的反感。 好在敖瑞鹏的团队危机意识比较迅速,立马恶令敖瑞鹏删除小号里的发言。 不过说出去的话就像倒出去的水,敖瑞鹏尽管山泊,把事件影响最小化,但依然引起二次元粉的公愤。 二次元粉丝已经发出敖瑞鹏的各种黑料,拍戏时像鱼塘土坛喂鱼,游戏直播时说女NPC凶大等等,让原来就属于鱼圈十八线开外的敖瑞鹏的风评更是雪上加霜。 原本敖瑞鹏团队还挺看好敖的发展,想把他对标王鹤帝打造成下一个流量小生,现在看他因为发言不当,情商不足,商量着要没收敖瑞鹏的小号,以免他又发生这种言行不当的事件。 零四王一博改回本名 最近有号称圈内人的瓜主爆料,王一博马上要改回自己的原名王一卜,目的是为了让王一博写起来更简单,不会发生写错自己名字的乌龙事件。 此消息一出,还真的有许多年纪小的粉丝轻信,来后台询问圈圈是真是假。 其实这个瓜,明眼人一看,就知道多半是出自王一博黑粉之手。 因为爆料里的漏洞实在太多了。 首先王一博他的原名根本就不是王一博,他以前在节目中透露过最早自己叫王杰,后面和长辈重名,才改名为王一博了。 王一博完全是爆料人随便乱取的名字。 其次王一博已经用这个名字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,一般来说是不会轻易改名的。 就好比一家企业已经打出了名号,突然间改名肯定会影响商务方面的资源。 王一博自从被各大营销号嘲笑绝望的文盲后,有在找专门的老师学习提升自己。 毕竟王一博也清楚,现在网友不比以前,要求会越来越严格, 不管是为了他的演艺事业,还是公众前的评价,多读书对他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 05周星驰指定Lisa成星女郎 周星驰最近在互联网上开始活跃起来了,前两天找网友询问某搞笑博主的联系方式, 现在又在ins上公开承认喜欢blackpink里的泰国成员Lisa。 基于星爷这段时间的反常举动,大家都不难猜出他这是在卫星片筹备团队。 可是一贯拍摄喜剧的周星驰与Lisa之间要怎么梦幻联动? 一众网友们开始突发奇想,有些人认为星爷只是想测Lisa的国际知名度, 不会真的用他当演员。 而有些人认为,Lisa有言又有梗,很有可能就是新一代的星女郎。 有一说一,大家的猜测其实都沾到了一些边。 周星驰为新电影筹备演职团队,Lisa的确是她的女星候选, 但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女主,更多是在影片中简单的客串一下。 一方面,Lisa的经纪公司在泡菜国,星爷与公司交涉起来比较困难, 二来Lisa的行程很繁忙,未来转型为演员的几率不大, 所以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演戏方面。 而且星爷对Lisa表达喜爱并非是站在表演角度的喜爱, 她需要Lisa在年轻观众里的影响力, 就好比她以前也夸过缝纫机一样, 都是看重他们身上话题与流量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再见。